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怀 播讲 夏秋年 第八章 第二节 主动干难民工作 被动当分部主席 中 当选民阵法国分部主席 1989年10月 爱丽丝为我们十余位流亡知识分子解决了工作 社科院每月八千法郎薪水的研究员 学习 注册为巴黎大学的法语学生 和住房 夫妻或伴侣入住两室单元房 我们单身者一室单元房 是巴黎市政府的平价公租房 10月中旬 我应邀到法国东部的蒙贝利亚市访问 当地报纸做了长篇报道 登载了我演讲会和记者会的两幅大照片 11月初 严家琪和我应邀到南部的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访问 我们分别与当地法国人的艾克斯团结协会 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座谈 我的主要经历还是放在为法国爱丽丝和香港港支联联系大陆流亡人士 每周去郊区的难民中心 迎接安顿新来者 送流亡学生到外省的语言学校学习法语 为有法语基础者安排工作等等 还要调解其内部矛盾 难民中心曾发生中国人之间的肢体冲突 因使用催泪喷雾器和微型垫机棍而招致警察干预 我也因此被召去 作为民阵的公共事务秘书 我参加每周的秘书处立会 同时协助民阵法国分部筹备组的工作 因为大陆难民参加民阵的 将来都要归属法国分部 11月25日 民阵法国分部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 100多人与会 严佳琪 万润南和陈一兹到会祝贺 通过分部章程后 选举分部领导 报名职委的有十几个人 而参选主席的只有民阵总部新闻秘书许某 万润南介绍了许在总部工作两个月的优秀表现 秘书处和四通的人也说 许若当选有利于总部与分部的协调 法国分部成员是大陆难民和留学生及少数华侨 难民对民阵总部注重名人而忽视草根 意见较大 有总部秘书控制法国分部 他们不甘心 都让有好感的我出马 我以社科院的工作和巴黎大学的学习 两项任务繁重推辞 留学生对原市留学生的许某评价较低 对我有些了解和认同 也一致推举我 陈一兹等提改所们也力劝我出山 我本打算 难民工作已大致结束 法国分部成立后 难民扫尾工作由分部和总部接手 加之对民运的内斗反感 我要专心社科院的研究和学习法语 然而现在众望所系 只得仓促上阵 结果正如欧洲日报11月28日的报道 严怀以高票击败他的对手 民阵总部新闻秘书许某某略齐名 当选为民阵法国分部主席 大会情况堪称热烈 在目前中国民运处于低潮时期 大陆人士能表现这么踊跃 殊不容易 我随即辞去兼任的总部公共事务秘书职务 表示以后只对分部成员负责 只以法国分部主席身份参加总部和秘书处的会议 此举比当选主席获得更热烈的掌声 我还宣布我在巴黎十三区的住宅 即是分部办公室 公布了我家的地址和电话 民阵一年第七部分 各分部联络地址中 法国分部即是我家地址 电话号码后面著名是家庭电话 此后半年 我的下述民运活动 民阵一年多有记载 12月初 在巴黎彭皮度中心召开 六四半周年中国形势研讨会 9日的欧洲日报报道 依次演讲的是诗人徐刚 作家祖卫 法国汉学家白夏和潘明孝 新上任的民阵法国分部主席颜怀 民阵理事陈一兹和苏小康 当时 苏联和东欧出现一系列民主化方面的急剧变革 众人皆认为中国形势将随之有巨大的变化 我的发言则分析中国与苏欧在政治、经济、领袖、政党、历史、地理、文化、军事、民族、宗教、民众、教育共12方面的巨大差异 我的结论 中国不会随着苏欧的变迁而在民主化上有丝毫松动 中国不是苏东坡的下一波 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和反对 欧洲日报对我们七人的发言共报道约签字 而对名气最低的我一人禁用了近一半 只因为我的观点不合群 当时堪称奇谈怪论 此后 福建同乡会邀请我在庆祝世界自由日大会做专题报告 中国民主化问题 巴黎龙报1990年2月2日全文刊登 法国92区政府1990年3月 邀请我在市政大厅做中国民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演讲 法国分部成立后 在我家每周召开一次分部执委会会议 每月召开一次分部执委会和监事会的联席会议 研究布置分部工作 我对到中国大使馆抗议和街头游行示威不感兴趣 提出12月主要是让难民们过好流亡的第一个节日 圣诞平安夜 我们在民主之家组织了分部联欢会 新年除夕 从下午到凌晨 我联系巴黎红宝石餐厅的华侨老板 半价招待几十位流亡人士的迎新年夜饭和联欢抽奖活动 1989年冬开始 我在巴黎与流亡的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和学习 他们是原政治学所所长闫家齐和夫人 文革史专家高高 和尚作者苏小康和远志明 作家徐刚和祖卫 青年学者蔡崇国 俞硕 女和安琪 女 我们大都是法国社科院的研究员 每周一次例会 交流研究心得 平时或在社科院中文书刊异常丰富的图书馆查阅资料 或在家中撰写论文 由于我们这些中年人跟不上巴黎大学法语班纯法语的教学进度 爱丽丝为我们识人专门聘请了懂中文的法语老师亚克林娜 每天上午我们到他家学习法语 使我们很快能用法语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 1990年春末 这个家庭法语班结束 我一直怀念和感激他 我们还每月一次参加中法人文科学沙龙 在法国国家政治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活动 足为以成英的笔名 在香港动向杂志1991年3月号上发表《一个自由家园的灵魂》 中法人文科学沙龙记事详细介绍了有关活动 在沙龙做过引言演讲的中国学者 除上述我们法国社科院研究员外 还有诗人北岛流亡学者王润生和程晓农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所所长杜维明 沙龙的主持人是该中心的研究员程应湘 其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树枝 1990年第一次法国分部领导会议 我提议把办好春节联欢会 让流亡人士过好离开祖国的第一个年关 作为我们1月份的重点工作 会后留学生职委联系酒店 排除使馆干扰三亿齐地 华侨执委售出二百法郎的餐券百余章 我们说明联欢会来宾吃去一百法郎 另外一百是赞助法国分部办公费用 我则到处化缘 找到就知 支持民运的清华校友和国内认识的在法成功人士 新宇在法国新结石的各社团负责人 小丁子难免碰到 大部分则慷慨解囊 还有朋友给分部和我个人各开一张支票 我婉拒说个人暂不需要 若愿意可合开一张支票都给民阵 其间某华人律师找到我 表示想与我合作政治庇护 为一个温州偷渡客证明是六四人士 我个人可得二万法郎 被我兼拒 我们发现有民阵成员假公祭司捞取外快 被严厉批评退回钱款 最后我筹得几万法郎 推销近百张餐券 1月26日除夕 我们在基督教慕爱堂组织难民联欢晚餐会 27日春节 在民主之家组织留学生联欢会 1月29日 大年初三晚六时至凌晨二时 我们在巴黎徐永发大酒楼 举行三百余人参加的 长达八小时的大型春节联谊参会 我首先代表民阵法国分部致欢迎词 随后严加齐和万润南代表民阵总部祝贺 严感谢我们的招待 万说明年争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联欢会 还请严怀主持 我小声说下世纪能回去就不错了 仍然滞留在难民中心的五十余人免费参加晚会 他们都真诚地感谢我 又为他们办了件好事 说没有白选我当分部主席 会后结算 共得善款近十万法郎 我年底卸任分部主席时 全数移交下任 尽管已经卸任民阵总部的大陆难民联络秘书 我仍然是爱丽丝和港支联的代表 民阵法国分部的一百多名成员中 大部分是大陆流亡人士 我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难民上 还经常去难民中心探望并听取意见 90年1月 港支联的中药领导刘千石和朱耀明牧师来到法国 当晚我宴请他们 4日陪同他们去难民中心 分发香港市民为流亡人士捐助的春节慰问金 六四过去七八个月了 前期来法人员 大部分已经安排去处 离开难民中心 但是还有新流亡人士陆续入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法人员的增多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 法国方面对难民的安排日益困难 滞留在难民营的三四十人 情绪烦躁意见增多 春节过后我紧急联系法国官员 2月19日终于找到刚回巴黎的 爱丽丝中唯一的官方代表 外交部官员燕保罗 希望难民局官员与中国难民见面 22日下午 法国难民局局长和秘书长 如约到难民营看望并听取中国难民的意见 我约上严家祺和万润南同行 民阵一年131页有记载 随后中国难民在难民营的处境改善 如增加了中国人喜欢的乒乓球台和中文报刊等 对他们的安置速度也加快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